我覺得這個藍營在議論說 兵推演習裡面什麼元首逃命路線 我只講一句話 講到元首逃命誰逃得過蔣介石 對不對 一路逃命 蔣介石從中國逃到台灣來 難道你們以前蔣介石逃命的時候 都沒有安排路線嗎 就是說從重慶到台灣 他是用小叮噹的任意門 來前往台灣了嗎 當然不是 那你們國民黨自己以前對不對 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幹過這種大逃命的事情 那現在為什麼又內行人 故意說外行話 把這種兵推演習裡面 正常的項目講得這麼不堪 那後面顯然它是有政治目的 政治企圖 因為假設說你是頭腦清楚的 內行人講內行話的話 那就不會把這消息弄得這麼亂 你勢必一定是 你有你的政治企圖在後面 所以你才會把一個 演習跟兵推內容 講成是好像我們台灣要投降 好像是蔡英文要放棄要討兵一樣 好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藍眼 應該要把國際局勢看得清楚一點 什麼國際局勢的意思 國際局勢不是說你只眼巴巴 盯著中國 看著中國 期盼著習近平 你要看全世界在做什麼 沒錯 剛才十七所講的 這個美日峰會是什麼活動 就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要出訪美國 出訪美國的時候 美日的這個日本的首相跟美國的總統拜登 他會發表一個聯合聲明 那就有媒體 日本媒體引述一個消息來源說 這個聯合聲明裡面 他可能會重新提到美日安保條約裡面 是不是包括了間隔諸島 釣魚台獵魚的部分 那你說美日安保條約 提間隔諸島 釣魚台獵魚 對象是誰 對象是誰 很明顯是中國 因為中國一天到晚在那邊叫囂 對 對 中國的海警 一天到晚去把人家騷擾 對 所以他在那邊重提的時候 他就說 你如果中國敢用釣魚台來升市端的話 不好意思 美日安保條約就等著你 就等著你 那另外還有一個誰呢 另外還有一個誰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市 也即將訪美 而且跟日本 漢田文雄跟拜登 三國領導人定11號要舉行會談 這三國 美國 日本 菲律賓要談什麼 談強化智慧隊 與美飛軍隊協調合作的事宜 各位 你看一下這個地理位置好不好 除了美國之外 包括日本 包括菲律賓 對 這個對象是誰 很清楚還是中國 就是中國騷擾的最猛的這些地方 所以你看到這個叫做什麼 國際局勢 就是說美國他已經在找日本 在找菲律賓 日本 菲律賓也在找美國的時候 中國跟中國國民黨在幹什麼 習近平在找誰 馬英九 你為什麼覺得這中間到底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因為答案很簡單 你現在想想看 假設中國在釣魚台煉雨鬧事 美日安保條約伺候對不對 中國在南海鬧事 菲律賓 美國跟日本現在也已經要聯合協防了 那這個時候對於中國來講 他真的出兵打得過嗎 對於中國來講他真的出兵成本會太高 會 這個會太高對不對 所以中國要換一個路線 換什麼路線 孫子兵法路線 不是說中國是孫子 不是這個意思 孫子兵法裡面他還要講說 不戰而屈人之兵 對不對 要上兵發謀 要攻心為上 所以中國現在就在攻心 你找馬英九是怎麼樣 因為看馬英九 這個講的內容都很棒 所以習近平叫他上通告不是這個意思 是因為找馬英九去 對於一部分的台灣人來講 是有很強的攻心效果 對 馬英九要去 因為講的兩岸同屬一中 一國兩區 兩岸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等 一下子在台灣又洗一大堆輿論 等於是免費的廣告 他只要付馬英九的時數 對不對 而且搞不好馬英九心高氣傲 還自費 自費前往 然後台灣人給他的禮遇 台灣人給他的禮遇 台灣人給馬英九很多禮遇金 馬英九很有錢 舉辦這個活動過去的時候 習近平甚至連落地招待都不用 錢都不用花了 免費的廣告一直進來 你要知道 而且接下來還要搭配什麼 搭配說馬英九的支持者 或是說藍營的網路的 不管是義勇軍還是自費軍 還是拿錢的網軍不管 義勇而上 炒作馬英九相關新聞 你不要以為這一招只有台灣遇到 這個紐約時報 他最近就有一篇報導出來 他講說 研究人員和美國官員指出 有假帳號攻擊是中國的網軍帳號 偽裝成川普支持者 再攻擊拜登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現在中國他的攻擊手法還會再進化 就是說他不只是說 我這個在中國派出一大堆中國人 翻牆去洗流言 不只是這意思 他還要假裝成什麼 他還要假裝成美國的網內互打 他先偽裝成川普支持者 在這邊留言說 中國帳號偽裝 社群媒體 這個推特 X上有帳號自身是 一位父親 丈夫及兒子 一路支持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支持MARGA 是川普當選以來的口號 假裝 其實是川普的支持者 但背後是中國操控的假帳號 在那邊一天到晚罵拜登 在那邊營造說 你看你們美國人都不滿拜登 連你們自己人都不想 都想把拜登拉下台 就是這個意思 在台灣你覺得不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會 在台灣你覺得中國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中國 你要派網軍進攻台灣 你會找一大堆打著簡體制 在那邊歌頌習大大 過來罵嗎 不會 這不好 這已經是上一個世代的攻擊手法 在現代當然是什麼 打著監督的旗號 對不對 我是這個假裝用繁體制說 我是台灣人 我是要來監督政府的 沒錯 跑去罵說你看蔡英文要逃命 下班不可以玩樂團 你看說社會觀感不佳 對不對 然後成這一些藍營 我不知道到底是笨還是壞 的政治人物 就在後面全部尬廣根上 營造出什麼 台灣人也不滿台灣政府 這樣子 異象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民主自由社會 在言論自由的層次上面 你要怎麼批評政府 當然都可以 可是你至少好歹是個真人嘛 對不對 你是真的台灣人 你在發表你的意見 可是如果中國在後面 運用它無限制的資源 在那邊投放假帳號 投放機器人帳號 未裝成台灣人 好像弄出一股 好像台灣人 超級不滿台灣政府的風向 在那邊引導什麼 第一個製造沉默螺旋 讓你支持政府的聲音 都不敢出來 因為你看到網路上 排山倒海都是你對面的 第二個製造出什麼 新聞可以第二波第三波 就是說這個誰出來講話 你看網罵翻 什麼王必勝去聽爵士樂團 網罵翻等等的 讓你整個政府的形象跟信用度 好像都製造出崩潰的印象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 大家千萬要小心 當然還有很多是一些詐騙的訊息 那就要加倍的注意 現在在網路上的事情 一定要看護身 認護面